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我今次分享的是 我第一次聽到神的聲音 可能有些是聽過的 你們忍耐多一會兒 我很快醉幾分鐘 我第一次聽到神的聲音 就是我未信主之前 我當時有個意念 是一連夜的意念 叫我去找教會回 這個意念是一連 我有一年期間沒有行動 但最終我受不了這個催促 我就自己去找教會回 我當時是沒有任何基督徒朋友的 我想問你 你可以形容那個催逼 你的意念是怎樣 你可以形容一下 那個催逼就是在心裏 你要回教會 你要回教會 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然後我一直沒有理會 但是沒有理會的時候 你覺得不太安樂 最終我就去找公司附近 有一間教會 當時我就找一間大的教會 我不認識 我就找了姐妹組 我打算女生一起說話 就會對話 她的姐妹組的新人 早了十幾個人 當時是星期一的姐妹組 我就去了 那些新人其實也早過我 幾個月 她們就分了 有個姐妹說 剛剛過了一個星期日 她就在我崇拜裡 她裡面有聖靈的感動 那當時呢 我就不知道什麼叫聖靈 更加不知道什麼叫聖靈的感動 我覺得好像很神化 然後我就問 其實也挺挑戰人的 我想 會不會在崇拜裡面 很多人跟你一起唱 就是有些Live Band 你會自己感動 就不是聖靈的感動嗎 那當時的組長 和其他姐妹 是不用想的 她就說 嗯 是聖靈的感動 那當時呢 我心裡 立刻想 哎呦 以後都不會回去 因為是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就說是聖靈的感動 然後 心就這樣 決定了 哎 之後就不回去 那我原本打算 適合這一點 但是 我覺得又不太合理 那好吧 那在哪一個星期裡面 我在周末那裡呢 我就去看一個 基督教的 洞督笑報道會 那 我打算去笑一下 因為我現在回想 我當時是缺乏喜樂的 那我就打算去笑一下 那 那個報道會的場地 是可以融入至少幾千個人的 那唱第一首歌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首歌叫做 《若你能看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 那我唱的時候已經 哇 想哭想哭了 然後我就聽到 心裡面有一把聲 是聲音 不是異議物 是說你是有福的 那我 然後我聽到這把聲音 我是覺得 就是這樣想哭到跪在那裡 但是還沒有跪 就是 已經哭了 那身體不穩了 那 我就 很奇怪了 後來 過了幾秒 我覺得很奇怪 我問我朋友 是不是你跟我說話 我朋友就 沒有他很專注地敬拜 就是這樣 那我前面就好像這裏 是走廊 那我左邊 沒有人跟我說 接著就是走廊 那後面就有一群人 那我就 後面回神 回神去想 之後 沒可能是後面那群人 跟我說話 因為那裡是幾千人 至少幾千人 是站在一起敬拜 如果後面有人跟我說話 他要喊出來 我才勉強聽到 但是那些聲音是在我心裡 我還記得 現在記得 是有一個 磁場的聲音 而有一點震的 我心 還有很和愛的 你的心就是 你的聲音震嗎 那個心 是那個磁場 那個磁聲 有磁場 令到你的心震動 你的震動是甚麼意思 就是那個很磁性的聲音 那個磁性 裡面 有一個磁性的聲音出來 我感覺到有 有個震動 這樣吧 然後我就 就是那次 我就 開始了我追求信仰的旅程 我就真的 去回教會 不過我回了另一間教會 即是那一次是我的轉捏點了 那我覺得那個聲音 是 我後來覺得 哇 神真的很清楚我心思意念 我當時是未信耶穌 他竟然回答了我的問題 甚麼是性命的感動 那 即是他的回答是 中了我挑人機的項目 即是我就覺得 嘩 這麼少的心思意念 上帝都知道 那 我覺得他是很在乎我 我不覺得 上帝是跳過我的機 因為如果 上帝 說回來 要證明他自己對 這個是制性的感動 我應該那個心 覺得很不舒服 還有如果不是神的聲音 我應該覺得很害怕 但是我當時 總之我知道那個是 我覺得是很舒服 很感動 很大的愛 那 這個愛呢 我是塵世間是沒有感覺過的 不是父母不愛我 但是父母 任何人的愛 都是有缺陷的 但是我感覺到那種愛 是完全的 很難形容甚麼是完全 總之就是一個完全的愛 就是這樣 我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雖然 其實神 在這裡我就覺得 神的本性是愛 而且祂會尋找迷洋 我就是當時的那種蜜羊 他都親自尋找我 我覺得實在太奇妙了 因為我不算得事什麼 世界上又有這麼多人 但是他就是這樣 就好像聖經所說 我的羊 約書 約 韓福音 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聽見 我的聲音 他們也跟從我 原來聖經一早解釋了 一種廣作就是這樣 是的 我想每個人 不是經常都有跟我一樣的經歷 我想是有 可能是其他的樣子 你們都可以分享多些 而上帝也會親自跟你說話 我們如果基督徒的話 就可以留心一點 去聽聽聖明有甚麼感動 在心裏 例如知聚 或者一些安慰的說話 聖明會在心裏 即是我們要留心 可以留心聽聽 而非基督徒也不用緊張 我當時也是非基督徒 但我被主親自尋找 非基督徒也鼓勵 可以認識一下主耶穌 我們等著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